1 2 2 3 小心 他中人埋伏了 我這邊都不要再做簡報了 為大家介紹一下 從電梯裡面看出去的世界 劇本裡面寫到一場戲 就是他們想要去提案 電梯門一打開 發覺天啊 這邊已經是一個 打仗達到一半的戰場了 今天那場刺激耶 我人生第一次爆破戲 有點緊張 僅次於求婚的緊張 你仔細看 長方形的 還有黑白照片 就是墓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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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真的受不了 我嚇得到 我就看到 說我哥整個 Piece of cake 傑克剛剛 太白絲害我一直在別笑 他就很浮誇 好 戰爭的那幾場 場次也是我 在開發先很期待的 真的看到 呃 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很 超認真的耶 我就覺得齁 就是一個有預算的電影 哈哈哈哈 我今天飾演一個 一個垃圾 你講白了 他就是一個垃圾 然後人家回扣 然後幫人家 然後 又把人家陷害 那如何 把辦公室戰爭 再做得更個性一點 或者是更獨特一點 那我們就想到 很多大家有共感的文具啊 這些辦公文具 如果他被 調整比例 放大型的 出現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 來現在大家已經有看到 我背的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定書機火箭袋 嗯 火箭炮 你知道這個是真的能射的嗎 對 他真的能射啊 我剛好看 這首歌他真的 他真的 他真的 他只但會放在這邊裡面 裡面 然後他後面的線這樣一拉 他就 就出去了 3.5磁片 3.5磁片 我們 你看 美術組長很用心 辦公室的水桶 水桶 他用水桶搭出一個 鐵波 對我來說就是希望 怎麼樣去跟導演 在描寫一個辦公室戰爭 這件事情 發生 更有趣的對話 他是來自持人 不是快樂 是啊 他在衝服 他在衝動 他在衝動 找人